台东大学这个学期开设了创课美学实践通识教育课程 为落实课程教育实践和企业合作 在校门两旁种植了12颗的花旗木 也签署产学合作印象书 校长表示说成为绿色国际大学是一直在努力的目标 最近也有明显成效了 这次的课程着力于代理学生实际动手操作 有效把社会责任内化也大大提升了学生的行动力 12颗花旗木直屑由30位休克同学分组拍挖 大部分的同学都是第一次拿锄头铲子的农具 东大休克同学表示非常期待自己种下的树木 在未来形成浪漫的粉红色花海 为学校营造清新气息 东大近年来推动绿色国际大学成效显著 校长表示成为绿色国际大学是一直在努力的目标 而近年也有明显成效 这次的课程重点在带领学生实际动手操作 有效将社会责任内化 也大大提升学生的行动力 记者陈恶如台东市报道